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国福建一名男子因为四年前翻墙浏览境外网站 日前遭到宁德市寿宁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 根据宁德网警的通报 这名公姓男子今年7月被中共警察 发现在2020年有通过翻墙软体浏览境外网站的行为 随后被传唤和处罚 通报没有披露他浏览网站的内容 但网警表示 只要有翻墙行为 不管目的是什么 甚至是什么都没浏览 都违法 案件遭到网友质疑 纷纷质问官方到底怕啥 有人认为 在当事人行为发生后四年 才被发现并处罚 根据中共自己的法律已经过了追溯期 也有人认为 翻墙管制荒谬 质问说 几年前浏览了国外资讯就是违法 那出国人员在国外浏览国外资讯 回国后是不是也算违法 前苏联基辅级航空母舰中国公司持有的明斯克号 8月16号在江苏进行拆装改造时发生大火 火势持续失控 一路从白天烧到晚上 这艘航舰原本将被改造成为中共的国防教育基地 并在10月对外开放 这次火灾是否会使航舰报废引发外界关注 江苏省南通市消防救援支队官方微博当天通报火灾情况 声称无人员伤亡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网上视频显示 一开始只冒出白浓烟的航母 到晚间已被黑烟巨烟吞噬 火光甚至照亮港口的夜空 大火烧穿了四至五层甲板 箭岛 微干和一部分烟囱已经烧焦坍塌 箭岛上的雷达和通讯设备等结构几乎损毁残尽 据报道 明斯克号于1978年服役 曾是苏联海军的主力航舰 为基辅级航舰的二号舰 1995年被以废铁架出售给韩国大宇重工集团拆解 1998年后 辗转由中国两家公司接手 2016年被拖到江苏改造 以阴经费问题 直到今年3月改造工程才开始启动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召开会议 声称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促进经济回升 评论认为 中国经济问题严重 而北京采取鸵鸟政策 不愿触及整体向左转等核心问题 根本无法拯救中国的经济 中共高层在7月30日政治局会议之后 便开始隐身北戴河休假 8月16日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恢复露面 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 在会上 李强一开始就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表忠 称要深刻领悟其深化改革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李强声称 中国经济在持续回升向好 要扩大内需 以提振消费为重点 针对性采取措施 畅通经济循环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鹤表示 李强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 最弱势的一个总理 是个落实总理 实际上 李强自己应该深知 中国经济还在大病之中 根本不是什么大病出狱 但中共党魁已经定下调子 李强只是开会应付 根本谈不上拯救中国经济 王鹤谈道 北京之所以采取鸵鸟政策 鼓吹所谓形势一片大好 一方面是为了欺骗民众 确保政权稳定 另一方面 中共内部的分歧也很严重 难以形成共识 此外 中共担忧 如果川普赢得美国大选 提升关税 中共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将会更加恶劣 所以宁可以拖待变 在中共国务院的会议上 李强还宣称 要扩大投资 扩大对外开放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做好就业工作等 不过 北京最新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 所显示的 无疑与李强的意愿相反 仅据大陆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速连续三个月持续下跌 1到7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2%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6% 销售额大减24.3% 今年前7个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额 也只有5394.7亿元 年减达29.6% 你说要吸引外资 问题是你那么多的法令 比如说包括说像什么国安法 一大类法令 你那些就是对外资相当的不利啊 外资根本不敢来啊 所以李强你讲了再多 讲了再 怎样有再多政策怎样 我觉得其实都是相当相当有限 台湾经济学者黄世聪分析认为 李强所提的一些具体政策本身并没有错 但这些都是细致末节 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因为中国经济的死结在于糟糕的对外关系 整体向左转等 而这不是李强能决定的 目前来看 中共最高当局为维持手中的权力 有可能会对内更高压反腐 对外更加战狼 就是说以国家民主的这个意识 这样子来鼓吹爱国意识 转换对于经济下滑的这个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对内对外都会更加的紧缩 更加的左转 更加的强硬 此外 中共央行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银行新增贷款约为2600亿人民币 创下自2009年10月以来的新低 而中共国家统计局8月16日发布的《城镇失业率》则揭示 7月份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上升至17.1% 创下今年1月官方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些数据很可能已经被中共官方进行不同程度的美化 但仍然非常明显地表明中国经济指标持续唱衰 短期内复苏无望 日前 中共宣传部长李舒磊在党媒刊文称 要深化改革国际传播体系 加快构建中国叙事和话语权 讲好所谓中国故事等 专家认为 中共想要加强或改变欺骗世界舆论的手段 但它前驴即穷 只会遭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抗议和围剿 中共宣传部长李舒磊日前在党媒刊文 声称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要利用这一契机加快构建对外传播格局 将好所谓新时代中国故事等 其实就是要加强或者要改变 欺骗世界舆论的方法手段 企图让西方让整个世界来接受中共那套虚假宣传 但是因为西方识破了它了 它再说什么都没能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它就不得不改变策略 换一种欺骗方法 前北京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说 中共想要利用新传播手段来欺骗世界舆论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前驴技雄 你再怎么想 已经很难再欺骗到世界了 已经被世界看破了手脚 已经没有办法再用其他的障眼法 来让世界相信你 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花招 可以重新改变他的形象 他的形象只会越来越差 他跟世界的关系只会越走越远 他只会遭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抗议和欺角 李树磊在文章中声称 个别国家因中国快速发展感到强烈不安 凭借信息优势和舆论霸权 加剧丑化中共的形象 中共在习近平执政12年以来 不断地与世界与全人类为敌 现在全世界都把中共政权 看作对整个人类的巨大的威胁 都在采取各种方法去抵制 去围堵这么一个邪恶政权 让这个政权感觉到独芒在位 招呼保持 赖建平指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宣部试图把中共形象恶化的责任 推给个别国家 这是典型的颠倒黑白 中共的宣传那就是谎言 中共一直以来都是谎言暴力治国 以前的中共还用各种方式收买 地方世界包括台湾 香港 中南亚的一些华人社会的一些媒体 还有西方世界主流的一些媒体 然后中国这些媒体去影响国际社会和西方世界 2009年 中共注资450亿元人民币 推出大外宣计划 试图掌控国际舆论话语权 改善在国际上的形象 2012年 习近平上台后 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口号 但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来越糟糕 这三件大事让全世界都看清了中共咄咄逼人的 扩张的霸权的野心 一个是香港的反送中 另外呢就是新冠疫情 再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随着这三件事情的发生 以及中共在日本海南中国海 台湾海峡等等 扩张的行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 所以说西方的媒体开始越来越多的报道 有关中共的这种黑暗面 2021年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报告说 虽然中共每年砸下数十亿 甚至上百亿美元进行大外宣 但是收效有限 报告对中共在30个国家的媒体影响力进行调查 发现23个国家对中共的看法越来越不好 而在中共外宣公式最强的美国、英国和澳洲 中共遭遇的反弹更大 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指出 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抵制也是民意造成的 中共不断的作恶 是它自己走到了这一步所造成的后果 中共快速建造军舰 引发攻台疑虑 中国经济情势紧张 负面消息不断传出 最近除了第二季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减少近150亿美元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也因中国经济前景不明 而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测 中国内需不足导致经济长期停滞 使得外资的投资意愿逐渐减退 针对中国经济问题 中华民国陆委会8月15号发布第二季中国大陆情势报告 指出中国今年第二季GDP增长4.7% 低于外界预期 外人直接投资持续放缓 年减29.1% 政府债务持续攀升 房市表现民企 外资投资仍乏力 加上中国与各国经贸摩擦加剧 不利出口成长 综合相关国际机构预测 2024年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 落在4.5%至5.2%区间 平均为4.9% 经济前景恐难乐观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认为 中国的经济还没有看到最糟的时候 随着美国总统在选举的进行之中 所以新政策出来的并不多 但是新总统上任之后 我认为会有一个新的作为 不论是贺锦丽或是川普 我认为都会加大对中国的 关税的打压的力道 这个对中国的影响 恐怕就还没有来到 所以我才说最糟的状况 可能要等到美国总统上任之后 他的新政策对中国的打击 到底是多大 这个才能够评估得清楚 中共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数据 中国经济未能加速成长 7月复苏动能依然不平均 原因是消费者支出的表现 依然落后工业和投资活动 统计局坦言 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 但是中共的官方数据是引起了很多的质疑 中国经济增长是特殊 而且中国经济可能已经陷入了长期萎缩 的趋势之中 现在已经不是说增长率能有多少 而是说整个收缩在不断的加剧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9号的数据显示 外资流出148亿美元 外商投资撤离幅度创下历史新高 彭博社指出 数据也反映了外国企业利润的净流动趋势 以及其在中国业务规模的变化 中共有意推动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属于资本外逃的情况 就在中共的控制之外 中国资本外逃这个情况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 中国很多的大企业已经往外跑了 当然他们就说因为供应链的需要 或是怎么样的需要 说真的啦 厂商也是将本求利 它是想要获利 现在中国出口的 从中国本土出去的产品 就是说以汽车业好了 欧盟给它客观税 石油输出国组织12号下调 今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测 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表现令人担忧 过去改革开放撑起中国最重要的发展 是企业本身 它的创新 然后它带来的工作机会 然后衍生出来的新机会 带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成长 所以企业活力的丧失 或是企业的消失 本质上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就非常的大 因为它是过去经济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主体 但这个主体没了不见了消失了 你要靠国家单独能够成绩这个国家的发展 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这件事情 曾位列2023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205位的东领集团 7月29号向法院申请破产 拥有一百多家成员企业 400亿元总资产 1.8万余名集团员工面临遭遣散的命运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白纸运动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的制作人陈品林 被上海警方抓捕起诉 案件8月16号在上海宝山区法院召开庭前会议 但法院违反规定禁止律师复制相关电子数据 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强行开会 当天上午 辩护律师李国贝和袁茂 向上海二分检控告法院违法 陕西省西安市楼盘保利跃云台建筑商 拖欠工人工资 8月18号工人拉横幅讨薪 山东围方市民复文 8月2号就网路身份认证APP上线运营问题 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中共公安部 8月17号他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建立案庭的告知书说证据不足 不能立案 要求补充相关的证据 中国豪华电动车品牌比亚迪方程报 车辆有众多质量问题 8月17号陕西西安的一些车主 在车身上贴上各种标语 开车在街上游行抗议 路透社8月9号报道 076型两栖攻击舰的建造 再次提醒外界北京军力建设的惊人速度 同时也可能加重外界担忧 北京正在积极备战 蓄意入侵台湾 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8月1号发布的报告 新卫星图像显示 上海长兴岛造船基地正在迅速建造 第一艘076型两栖攻击舰 最快将在明年上半年下水 076型两栖攻击舰是中共海军最新研发的两栖作战舰艇 由私人卫星公司马克斯2提供的最新图像表明 它大约长263米 宽43米 略小于米米兹级或福特级航空母舰 但明显比美国的美利尖级攻击舰更大 它相当于比美军最新的美利尖级的两栖突击舰还要大 它更主要的是能够运载更多的人 因为总体来说 目前中共的这个两栖登陆舰加起来只能运载1万人左右 所以说它要想在台湾登陆成功的话 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 以美军的这种登陆作战的经验来说 大概是进攻方需要是防守方的三倍以上的兵力 才有可能登陆成功 076舰在前甲板配备了电磁弹射装置 卫星照片显示 它的弹射器预留轨道长约130公尺 明显长于福建舰上的108公尺 所以我想中共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登陆作战的时候 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兵力保障 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认为 中共可能在2025年攻台 届时恐怕与美国开战 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则预估 中共会在2027年攻打台湾 虽然中共从未承认有攻台日程表 但路透社指出 它快速造舰 加重外界担忧 北京正在积极备战 蓄意入侵台湾 马克表示 同时中共海军缺乏实战经验 虽然拥有快速造船能力 但武器配套、人员培训、设备维修等 都将成为掣肘的因素 根据CSIS近期中共入侵台湾的沙盘推演 结果显示 中共损失了52艘主要水面舰艇 而美国的损失为7至10艘 我想中共算是既纳粹还有前苏联之后 真正具有实力去影响全球安全的一个威权国家 不再是区域安全了 不管是它的洲际飞弹 或者是越来越庞大的海军舰队 都可能会改变未来世界的格局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民主国家真的要认清楚 只要用实力才可以遏制中共把这种威权输出的后果 美国针对中共庞大的造船能力 也采取了相应的应对 一方面寻求日韩盟友的帮忙 在这些国家维修军舰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 无人舰艇和无人潜艇 亦减少人员需求 大陆学者表示 改朝换代是正常的历史规律 中共逃脱不了 他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这一期的三退声明精选 原青说 我是搞历史学研究的 从我专业角度来说 改朝换代 政权轮替 都属于正常的历史规律 当一个政权腐败堕落 欺压百姓 被新政权取代都属于天道 中国历史上 那么多盛极一时的朝代 最后都逃脱不了 覆灭的命运 归根结底 还是政权腐败 欺压百姓造成的天怒人怨 民心尽失 我们学历史的人 对政治看得最透彻 都知道共产党腐败政权 长久不了 现在国内的有识之士 都在研究 如何解体这个邪恶政党 开启国家发展的新纪元 在此声明 退出加入过的 中共附属组织 共青团 少先队 黄玉京说 现在深刻认清了 加入共青团 这个魔鬼组织的可怕之处 过去是被洗脑欺骗下加入的 现在我郑重声明 退出共青团 共产党欺骗中国人 说没有神佛 让人仇恨神佛 目的是断送自己的未来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